酒吧垂掛的酒杯劇烈摇晃 酒瓶还不时从空中落下 不断传出玻璃破碎的声音 公司的员工也因为一阵天摇地动 全都躲在办公桌底下寻找掩护 就连街上的红绿灯也不停猛烈晃动 南美洲国家哥伦比亚 当地时间17号中午 有发生规模六点三强症 撼动首都伯格大 根据美国地址调查所监测资料 主症发生后不久 接连发生规模四点八以及五点七等 至少三起余症 故事推着病床 赶紧从医院疏散病患 街头直接变成临时病房 民众也从大楼里依照指示进行撤离 还有妇女疑似过度惊吓 在街上当场昏倒 就连哥伦比亚国会也遭殃 天花板一块比手掌 还大上许多的巨石 直接从头顶落下 搭带座位区 虽然为传声亡 但其他地区仍传出罹难消息 强政发生 各国民众惊魂未定 全部涌上街头 许多建筑物因为经不起地震 猛烈摇晃毁损 甚至出现一道巨大裂痕 为防止伤亡扩大 当局呼吁民众保持冷静 并谨慎做好余政发生时的应对准备 三连新闻谢天豪报导